改编自著名作家必非与同名长篇小说的话剧《推拿》 7月4日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建筑新闻发布会 编剧于荣军、导演郭小南、主演王一南、吴军、胡可、刘晓峰、悉数亮相 《推拿》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 《内心世界的黑暗与光明》 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 2012年的3月 国家大剧院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决定联合把推拿搬上话剧舞台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策划 今年7月正式启动制作 目前剧中几位主演也分批到盲童学校体验生活 而除了与盲人临距离接触 观察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 《推拿》也是主演们的必修课 我学推拿 每个人现在就是我们在上海的整个制作团队的 每个人现在都有两手吧 在学在学 我现在基本是你如果是颈椎有问题的话 我能帮你小捏一下 此次剧中朴实木娜的张宗奇 将由著名影视演员吴军扮演 虽然已经有了丰富的表演经验 但饰演盲人还是头一次 他也坦言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盲人学校我们去看了 确确实实才知道 尽管是看不见的一个世界 但是充满了爱的一个世界 很多 很多人在他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 是我们明眼人有的时候都感觉到很债义的 很期待我自己在未来的四个月当中 闭上眼睛 在心中的世界上去行走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据悉 本剧将于9月5日在国家大剧院进行首演 10月登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舞台 四五视频 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